娱乐至上小玩意解说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的是法福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是范一哥 笔记本键盘对不对 在TM上面那场比赛 这场比赛应该是上一周的比赛了 本来是之前 之前想要做的 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并没有来得及做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场比赛给做一下 反正做比赛也是一个 蛮难的事情 既想要做的好 想要做的多 也是蛮困难的 我觉得多这个东西并不一定好 昨天也在微博上面说了一句话 没有了等待也就没有了期待 对你想某天更新 也就是反正某天都有嘛 就这种态度你懂的 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 节奏很关键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也是看到一个新闻啊 这个新闻呢也是令人嘘嘘啊 对不对 当年曾经的王者转胜即逝啊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真的很简单 就比如说小Y解说不做了 几年几年以后 那也就是万了个七七八八了 对不对 谁还记得你了 所以呢 这个心态一定要摆正 这个当然我 我不会care这个 到底大家是不是记得我 我觉得这东西也不重视 这是虚名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 实实在在大家觉得看开心 哎呀 完美 别的不管了 管别的干嘛 对不对 好的那那个什么新闻呢 就是诺基亚 诺基亚呢 现在 微转要裁员了 大部分裁员都是诺基亚的员工 诺基亚这个手机 其实我 我觉得 我觉得诺基亚从他那个那个时候 转型智能机那个时候 开始出现危险以后 其实诺基亚完全可以很早的 就转型赛班的 赛班转到安卓里面 我觉得他就应该会 至少也算是一个活的 还是会能够活下去的一个企业 但他们坚定不一定要跟微软绑在一起 说实话 我觉得也蛮奇怪的 真的 这我可能也是 有些时候不太能理解外国的那个想 想法 因为 说实话 诺基亚的一个制造工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关键是 它的一个系统问题 这赛班这个系统的确是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节奏了 好吧 这也真的是 此与此彼此啊 说起来 我第一款手机是诺基亚的 我第二款手机还是诺基亚的 现在 都是用iPhone 当然我目前为止 也没有特别用过这个安卓的手机 用了iPhone以后 有点有点中毒的感觉 好像也不太习惯用安卓手机了 习惯了吧 可能主要是 很多东西 就是一体化的东西 算了 不想折腾了 就没改变 我们看到这边一个直接打大法师 我就有点稍微夸张吧 这让我还是要先杀着农民 农民就这样回家 大法师被打了 打掉一天 而且大法师有这装备 真说实话不怕你死亡才能 C 你C啊 我就不怕 我就不信了 大法师往前走 然后人主这边这兄弟呢 也是往前走 DK你有点过分啊 这样追不好吧 这样追 真的合适吗 合适吗 合适吗 哎 这也不像是勾顾佣兵那个节奏啊 纯粹是路过吗 纯粹就是路过 大法师跑了半天跑到人家亡灵家门口干嘛 哎呀 一个人家里面没有防御措施 可以搞 这波可以搞 对 这波可以搞 大法师 但是大法师也苦逼啊 没蓝啊 没水人啊 也苦逼 所以这东西也是 正好不巧 也是没有 没有那个傻儿子 没有水的龙化 真是没什么输出 打不动对方 家里面补了这个商店 弄了一个水人才能才能才能有未来啊 没有水人怎么办 这个时候要是能杀一个农民什么的还是不错的 好像好像往里有个替补在外面 这边有野外有个替补的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替补回家有点时间有点长 打死一个 打死两个 哎呀 一个这一波两个农民被打死了 大法师又一发C还好 C的是这个农民 吓我一跳 大法师反正也C不死了 好的 福特曼怎么都该该撤了 大法师这边要要要要走了吗 要走了没有 哎呀 一个被打死 又砍死一个 一发C到 这么一段折腾以后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王林的这个经济非常的非常的郁闷 C扔了半天 就对 现在这情况就是经济非常的郁闷 哎 福特曼就又砍死一个 又砍死一个 好稳 对 我们看到杀了几个农民啊 还剩下 还剩下两个 两个农民 死了三个 TP回家 商店我应该记得 之前很早就补好了 一个慢聊一个清醒 先爽一下 拉上民兵 这准备要去开矿了 我们看到 一哥现在经济是非常糟糕的 这个经济应该说是 两两个农民 两个农民 两个农民也是有点惨 拉上民兵进行开矿 这样的话一哥这边并不会进行烧倒 好吧 开个裸框 不过开矿时间很慢 开矿时间很慢 拉了民兵过来 大法的身上还有一个慢聊 先招一个水人在那边顶一下 反正这一波炼击应该说问题不会特别大 反正 来烧倒也 也问题不大 水人能够到个三级 这个水人在那边顶的输出非常舒服 顶到死 真是顶到死 力量之数 五级胖子也打下来 哎呀 回啊 这东西我问你好不好 真好 一哥这边在坚然练击 DK也是练到两级 打了一个吼叫 应该是麦天 换成钱 现在只有打农民刚刚到位 没有OB 日子过了有点稍微的凄惨 七七惨惨气气 这两天还是蛮感慨的 感慨什么呢 想想自己大学毕业也有三年多了 11年大学毕业 现在都已经14年了 14年都已经7月份了 真的是毕业都三年多了 时间过得好快呀 真的是感觉 岁月不饶人啊 兄弟们 哎 想为DK 开矿 好的 这个矿开了很滋润的 直接看出来 顶顿要研究一下吧 顶顿是要研究 这么多福特曼顶顶顿不研究 对不起观众啊 顶顿可能要研究 大法是因为没有TP了 这个时候稳一点 买个单船吧 这个对吧 鞋子单船要买一下 别弄了这么裸光过 哎 骷髅看到以后发现人家这边有盛塔在 也是稳 也是稳 这个大法是当然不怕你跟我拼血 反正又回啊 当然这个大法是不能被围啊 被围就另外一回事了 普特曼进去以后就是一阵的狂呆 就把你这边屠宰场给AAAAA爆 修好了我也把你给AA掉 哎呀放弃了功亏优惠的节奏啊 一个蜘蛛 一发C 弄一下又干掉一个 是这样的话没必要 人猪这样不能这样打 这样打什么都没打到 这个屠宰场没打掉 蜘蛛也没打死 谁那种 捡了东捡了西瓜丢了芝麻 西瓜也丢了 西瓜还没拿稳 西瓜也摔坏了 对吧最终是一事无成 对吧这个不错 那个也可以 人啊还是不能贪心啊 双兵营福特曼 双兵营顶顶顶顶富特曼 法复作为一个台湾的人主 他还是比较耿直的 不像说实话 不像中国的几个人主 这个顶顶顶富特曼用的 你真的是看到这个福特曼 你就想吐啊 对吧非常的淫荡 这福特曼真的是 反正你就看到以后 你就没没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大瓦斯买了一个鞋子 我觉得回家还是要买个慢疗的 save sex 自己家的 隐身药水 哎哎哎自己家就要捡 好了捡起来 这要准备干嘛呢 隐身到对方家里面去 对方继续跟对方进去捡捡 三本科技马上就完成了 没有什么稍稍的空间了 没有什么稍稍的空间了呀 一个大法师也翻不出什么天啊 对不对 这你还能翻出什么天 这基本一个大法师 有什么用啊 这边现在一根塔 这 这完全没有塔 我的天啊 双兵一爆火枪 我的天 法复也是有点梗子的 太梗子了吧 这一根塔都没有 有点稍微凶的呀 足迹地一根塔都没有 分迹地一根圣塔 整整整整场比赛 一根塔目前为止 简单出爆 双兵一爆火枪 打得有点稍微刚的啊 不像跟中国 跟跟那个000什么的 打法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大法师升到四级 这边富特曼是双线练一下 练了这个点 沉粹就过来打个加油 我感觉就是 富特曼自己把自己给A掉 看来他也不 他的确是不想要这些富特曼了 他待会就要靠火枪吃饭 富特曼我不要了 滚出 二英雄圣骑是 哎呀 大法家圣骑 圣骑火枪 对吧 人家玩的不要太溜 这让我想起了多他这件TI上面的比赛中 那个B神用那个鸟装的装备 然后刷新再把那个鸟上装备给他 也是玩的6 我只能说富特曼身上还能掉 还能 还能把刷这个富特曼还能掉装备 这还是升级版的富特曼 我要你看到这个富特曼 一哥表示打出去打富特曼还能掉装备 刷一下刷一下 刷出一些机品装备 买个血瓶 他这个打法还真有点稍微的无解啊 纯火枪加上这个硬钢 我也没看到他出什么二本的法师部队 车间 这个打法有点稍微的奇怪的 大家觉得火枪靠谱吗 杀出来 三个火枪人不多 弄一下 顶顿扶的面 反正顶上前 这这还有点凶啊 一哥表示还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什么路什么路线吗 这种火枪 你让让我怎么让我怎么解释呢 是不是 无敌加团补 哎哎哎 这发c针歪了 我们看到 这一哥这发c针给骷髅 我们看到 我看得很清楚啊 看得很清楚 也是 也是有点6 盛光一下 弄一下 好 倒掉 胖子来了 你出这边火枪 我说胖子是绝对稳的 你怎么办 这一哥这边基本上不会死 单位 你这边的伏特曼已经基本上死光了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火枪就冰这种 跟他拼的时候 你发现很吃亏 你烧不了这方单位 代方大概烧掉了你单位 这就是这么残酷的一个现实 一攻的火枪 哎哎 网住一个车子 野怪帮忙 哎 这样这火枪定点输出 这个火枪很稳的 就网住以后打的话 蜘蛛说水脸被网住 我打你也很稳的呀 大家都很稳 哎哎 又网住一个胖子 这波不亏 当然这胖子有点稍微硬 打不动 胖子有点硬 胖子有点硬 又有这边的一个小强在边上 哎 一哥是会玩的呀 那火枪对不对 小强戳死你 错是你一样的 哎 圣骑士捡了一个装备 圣骑士这个选择的非常隐身 你小火枪嘛 我怎么小枪插你 绝对不会插起来 圣光一下 挪一下 大法师表示顶住 团谱吃掉 点掉团谱 大法师不走 一发射给到这边这去 大法师你当心一点点 哎呀哎呀 死不掉 当然这边呢 我们看到 现在挪一下圣骑士 圣骑士表示比较坚挺 稳住 圣光一下 好的先手杀掉这边的一个 那些以后反身占顶起无敌 我就问你秀不秀 一哥被秀了好不好 两个人中英雄各种残血走掉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火枪 链士就出现 提现出来 跑得太慢了 一插 插中三个火枪 一个打死 对另外这这货应该啊 这个哥们跑另外一个方向了 好的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哎 没没产了吗 我一个防火场 哎 这个这也是就地取材 三英雄出了个山丘 其实山丘这个英雄 配合这边的火枪的不错 骑士加火枪 骑士火枪 对吧 空中有火枪的交代 骑士地面跟你拼 2lag 一个表示有点卡 一个表示有点卡 有延迟 有延迟 这个lag 关键他用了一个2lag 对不对 很卡 很卡 大法师这边又来了 这个也是亡灵跟人猪硬钢 应该说人猪跟亡灵硬钢 哎 你这个有点过分了 当着我的面放 这玩意儿有点稍微过分了 好的 应该说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要么人猪忍个半天在打 但这局我们看到是人猪主动求战 有点凶 伊哥表示没有力气 我这波要稍微忍一忍 力气不战 稍微的忍一忍 大丈夫能去忍生 什么时候该生 什么时候能去 该缺 这个一定要把握好节奏 他这个东西是准备出飞机 这人猪就正面的一个链级对吧 因为他现在三个英雄已经到位了吗 等级很关键啊 三级圣奇大法 等级高了以后可以甚至RPG这边的亡灵啊 亡灵这边也是三英雄RPG 小强 DK加烈气 打了一个这个魔法护盾护身符 这个东西可以给力气 然后DK蓝牌装备不错 特别是这个叮咚啊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应该说是极品啊 你想象一下 人家山丘捶你 捶着捶你的时候 人家进走 捶出去的时候 叮咚 这种心情你知道 有多么忧伤 你感受一下 哎 又要相遇了 瘟疫胖子 一个是步步针对火枪啊 这个瘟疫啊 对这个火枪有一个持续的每秒一点伤害 这是效果很好的 真的很好 至少相当于说你没有什么扔住 就没什么回复能力了 骑士的量还有点少 感觉这个七十一人口 人口已经数量上应该是比较高了 但一定不能顶着野怪跟对方双重攻击 对方毁灭已经飘出来 你这边飞机的量好像还没有起来 对 吸一下 垂着垂一下 垂着垂一下 这边DK 人主不要只往后面跑啊 你不能一直跑不行啊 水源被吸掉 这边 七十三人口 一哥这边是六十七人口 一哥人口还真不虚对方 跑过来这个地方开矿了 直接开矿 爽快 打一个什么东西 哎呦哎呦 哎这个有点这有点过分了呀 小强一个得起一个要是再 两个对不对 这我就有点稍微的无敌的呀 这山丘跟圣骑士要怎么玩呀 根本没法玩啊 我觉得这这比赛 好了毁灭过来 吸你这边的蓝 出了这边蓝屋 火枪人万金油啊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这至少是八年前的人主打法 八年前人主打这边那个亡灵打法 八年前 感觉这边岁月的一个痕迹 飞机被往下来 哎人主这个打法 真是八年前的打法 打DK没什么前途啊 你想要强杀DK 我就有点稍微过分吧 还是应该杀对方 蜘蛛什么小强 这边一插 一哥这个小强 你插的真的不要太好啊 绝对给100分平分 MVP啊 我靠 叮咚看到没有 听到声音没有 听到声音没有 我就问你们 飞机基本上以顺为主 一哥 闲艇野鹤般的把这边的王林 把人主给操作掉了 对啊你这个飞机根本没什么样 我毁灭各种把你给点光 你这边杀我胖子打不动我 我这边三个胖子在前方 都是鲁自身 又是一插 山丘被秒掉 哎呀 但这边的一个一哥表 是轻松 so easy 火枪 不搞笑兄弟 这种玩家能够在我面前耍花枪 我不打死你 这一个表示 这个我肯定不能输给你啊 对不对 这你这种什么什么什么 骑士小火枪 特别的小火枪 我分分钟教育你 胖子 你打不动我 你打不动我 我打你很疼 还给你加个瘟疫效果 这这不是 这就是火枪不就是给我送基建了吧 我小强正好没经验 DK正好没经验 你这边还给我加这玩意 毁灭毁灭 现在是被打掉一个 好胖子这边打半天 又是一法式六百血 就你打不打 大法师一插插起来 大法师有点危险 挪一下 圣光 哎呀 差一点点我们看到 大法师也是很危险 大法师被打死 三球这边一击 三球基本上也没什么用 这局应该说是一哥的操作秀了 圣光一下 小强 圣七射 圣七射 圣七射也要走远了 圣七射也走远了 圣七射也走远了 圣七射也走远 避难 极限避难 操作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边我们看到一哥的操作显然更加的更生一筹啊 一个好歹也是以操作主持人的一名受人选手 因为他的小狗用的非常不错 从那个从比赛中感觉出来就是火枪加这个骑士飞机这个打法本身可能并没有问题 但是他打就很有问题 我觉得 就是飞机这种兵种 要么你就掌握自空权 要么你别出来 你出来干嘛 脑痒痒都不行 对不对 要么就别出飞机 就直接火箱跟骑士 我觉得倒也行 你弄个什么三五个 五六个飞机 然后不痛不痒 什么都出两个 骑士也出了两个 火箱也出了四五个 哪个都不能当主力 这个就死不上劲了 邻居家那边的狗又在那边叫了 哎呦 打个阿里亚之敌 极品 一个表示这局不慌 两矿的人主 也也没什么优势的 我两矿 王林也马上起来 关键他选了一个火枪 这种打法 的确是有点 一个表示火枪 我小强等了半年了 我跟你讲 半年都没看到 小强出场了 对吧 就就等着你火枪出来 我教育教育你了 真的 这个小强打火枪 还是有一套的 或者就吹个大屁股也不错 三节 四节 两节 跑到王林 现在是大部队 这个部队值得很高 输出很猛 人组这边又展出了个76人口的部队 这人口真的不低啊 对方74 但这个 这矿真的是基本水想来就来 你看这完全没有任何防守 好的 人组这个70多人口部队在哪里啊 他感觉没看到这种7777人口的部队 规模 插起来 吸一下飞机出来 快飘毁灭 AD版 就你看这毁灭是被顺秒 而且当下 哎哎哎 敲地板 别别别 我觉得翻盘也就在一瞬间 也就在一瞬间 骑士被再次插起来 对 我觉得 三丘 三丘这边被围攻 哎 一个圣光好 三丘顶住 避难回去 三丘飞机 你把这毁灭给控制住 但地面上的这些胖子跟这个蜘蛛怎么办 哎哎哎 这个蜘蛛又被打掉 哎 我们看到骑士打蜘蛛真有点凶 一发C 剩光一下 给火枪 没有毁灭的话 这个心灵火还是有点用的 哎 又是一叉 冥冰 我这个冥冰全中啊 我靠 又是一个戳一个挪 然后胖子这边瘟疫 农民全死光 这个 插的太漂亮了 大法师 大法师 大法师被人家给盯上了 大法师插起来 一插 一个 哇 一插一个MC连击 完美 又秒掉这边大法师 哎呀 其实我还真比较说人猪这个部队 战斗力还是真可以的 至少把人家这边的一个蜘蛛全打光了 又是个省光 但是这几个胖子真打不中 你想你没有石鸠这种兵种 打这个胖子打的很吃力 山丘这边来了 两级的小山丘 有个锤子 但是圣骑士这边来了 我自己也有点照不住了 被人家胖子一阵文 圣骑士被人家欧死了 好了 这波奔盘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哥 再看到你飞机自空前掌握的情况下 我不屌你这边的飞机了呀 我直接住胖子怎么办 我胖子也就无敌了呀 现在是选择要去搞人家的疯矿 搞人家疯矿 大法师这边再次买活 但是你搞人家矿人 你自己的矿怎么办 这 这不就全都是经验吗 5G这些 一哥杀了不要太开心 7B回去农民是全给它杀光 全给他杀光 也是有点可怕 哎 提披下来 机械 好吧 不过也给我们看了一场 比较精彩的对攻的比赛 我觉得也蛮爽的 对吧 虽然人主打法有那样的一个区别 但是这场比赛是干干净净的 是没有造塔的一场比赛 就是双方 我在跟你骗 我火枪加圣骑士 我只是觉得他选择有点问题 要么就是纯火枪加骑士 大家觉得怎么样 十个八个火枪 加十个八个 四五个五六个骑士 三英雄配备好装备 我觉得也可以打 对 你又没弄点飞机 又没弄点火枪 火枪又不能足够对空的 震动的有点不干不干 好吧 也是恭喜这边的一哥 这场比赛一哥表示 看到这种火枪乱七八道兵种 小强一个招呼 哎呀 小强说我已经有 哎你也没有登场了 是时候等到我表现了 我将带头冲锋 对不对